石直沿东 天山脚下 天寒地洞 听闻村里深井打通冒水的消息 托万克荒地村78岁的老人阿卜利兹斯 一提心头温暖如春 托万克荒地村 是新疆阿克苏地区乌石县的一个行政村 属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 是地方脱贫空间的一块硬骨头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 部队要在完成好军事任务的同时 积极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和脱贫空间工作 勇于承担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 协助地方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工作 武警新疆总队政委王爱国说 党中央吹响脱贫空间号角 边疆武警官兵就要迅速行动起来 去年初 一支身着橄榄绿的脱贫空间小分队 闪动在托万克荒地村的田间地头 和村民经过一周的促膝长谈后 村里的贫困面貌和置贫原因渐次清晰 几十年来 这个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国家级深度贫困村 水与汉的纠葛 从未停止过 村北是从吉尔及斯斯坦境内 一路奔流而来的脱石干河 南边是连通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山丘与荒漠 生机与荒芜 被这一村三格 为了保障村民吃水 两千年前后 乌石县终于让自来水贯通全村 但随着城乡快速发展 随之而来的是生活用水的增加 从三月到六月 经常就是白天停水 晚上来一点点 村民育苏浦加新买的洗衣机 只能偶尔用用 而全线管线的升级 还要再有两年才能完工 大一口穿过沿土层的深水井 成了唯一的办法 但一百米以上的深度 意味着几十万的资金 村民没有这么多资金 橄榄率来了 没让荒帝村失望 在走访了解村里的置评原因 和八十一护贫困户生活状况后 武景总队于托万克荒帝村 签订了托贫公经贡献协议 一笔180万元扶贫装款 也落在了这里 一年全面铺开 两年巩固提高 三年实现托贫 一口井 一段路 一座桥 一套村民小组文化活动设施 一个零下养殖区 托贫公经计划精准 把曼荒帝村 去年底 武景官兵帮扶的第一个项目落地见效 村里的激景打通冒水 太好了 这是我们几十年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有了这口井 既可以满足全村人的自来水供应 又可以满足村里农田的灌溉 村党支部书记爱海提尼亚斯脸上挂满了喜悦 水的问题解决了 村荣村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彻底让荒帝村旧茂换新颜 一段路 一座桥的帮扶项目也相继招标 村民们听说后都高兴得和不拢嘴 去年秋 武警总队还派出了送医 送法 送文化 共建 共育 共保稳定的三宋三共小分队 为村民们免费看病送药 普及法律知识 在送去党的民族政策和关怀的同时 环卫村民表演了文艺节目 满足了大家伙精神上的需求 然而 最让大伙开心的要属武警官兵 为他们援建的一套村民小组文化活动设施 以往 冬季农贤时 大家除了看电视 就是聚在村头一起晒太阳 29岁的郁苏浦 回忆起郭旺说 如今 有了这些文化设施 我们生活变得充实多了 农民夜校办起来 文化活动开展起来 麦希莱府跳起来 村民的生活一天天在发生变化 眼下 零下养殖区项目也启动了 听闻消息 阿卜利兹老人热泪盈眶 热河买提热河 唯吾尔语 谢谢 有了你们 明天的日子 好的很 张林伯端倪 新华社南京1月3日变提 练兵备战 飞出强军 先军新航记 新华社记者张玉清 张秘密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 郝景文凭着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决心 事实命如生命 努力探寻现代战争制胜机里 极难显重勇担当 面对敌情感亮剑 以冲的姿态谋误 完成了一系列重大任务 更带出了一支搏击空天某打赢的过硬战斗队 他是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优秀指挥员 是英雄文化培育出来的精英飞行员 他建功新时代的新航记 彰显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之情 报国之志 为国之能 弘扬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汉水滴洒强军路 搏击空天为打赢 郝景文是新时代人民空军优秀指战员的缩影 他的事迹 声动回答了改革强军 需要什么样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当代官兵应该以怎样的精神状态 能力素质和成就业绩 投身强军事业等时代课题 当前 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 我国地缘战略环境 尤其是海上安全环境更需复杂 对我国安全战略全局的影响日益深化 在强国兴军新征程上 空军官兵颈寻东海 前出西泰 战行南海 绕岛巡航 飞了过去没有飞过的航线 到了过去没有到过的区域 这是时代富裕的新挑战 也是党和人民富裕的新使命 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场 为优异人才脱颖而出提供了千里 也打造了舞台 新的使命给新一代指战员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提供了报效祖国 建功立业的契机 作为空军一支王牌静旅的领头燕 郝景文高南克木带头飞 重大任务带头上 苦练金飞 实质打赢 被表彰为前军爱军金武标兵 荣获空军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 带领部队出色完成钓鱼岛空中维权 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和前出西太平洋 飞跃第一岛链等重大任务 在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上 做出重要贡献 他着眼至圣空天培养飞行人才 全旅六次夺得空军金头盔金飞镖 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团体第一 十人次夺得金头盔 六人次获得金飞镖 带出一个搏击空天谋打赢的过硬战斗队 郝景文的优异战果 来自敢于担当 敢打必胜的拼搏精神 更来自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他善于捕捉先机 勇闯新路 一次次站上新的起跑线 在全空军探索走出实战时迅路子 丰富作战样式 创新作战理念 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加速推进期 在人民军队由两边积累到质变跨越的转型关键期 面对作战样式深度变革 作战体系要素日益丰富 作战环境日趋复杂的全新疆场 这种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必将融入一支精兵净旅的制胜基因 纷飞新时代 护航新时代 剑弓新时代 全军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员 要像郝景文那样 脑子里永远有任务 眼睛里永远有敌人 肩膀上永远有担当 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把练兵打仗当主业 善谋打仗当主则 研究明天的战争 研究明天的打仗 不断提高适应未来战场的素质本领 在更加辽阔与高远的疆场 书写练兵被战 强军新军新达卷 近日 几位印度科学家 在一次重要科学会议上提出离奇主张 引起了众多印度同业者的猛烈抨击 在一年一度的印度科学大会 在Indian Science Congress上 一些学者否认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发现 同时声称干细胞研究是古代印度教徒的发明 本届印度科学大会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注持 最近几年来 印度神话和以印度教为基础的理论 在印度科学大会议成所占比重不断上升 但印度学界表示 本次大会上的言论 比以往更加惊人 会上 印度南部安德拉大学Android University 校长拉奥 Denagishwarang 以一份古老印第文本 作为证据表示 干细胞研究 早在数千年前 便已在一度出现 1回继续 未经许